我来啦 什么嘛 一个人都没有啊 看来是我先到了 昨天也不知道迟疑最后怎么样了 不对 现在不是关心别人的时候吧 到底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变成这样 怎么想都是河洛洛那个家伙 真是气人 一生气肚子就好饿 嗯 我今天包里没带吃的吗 那么我看看孙一航的抄体里有没有吃的呢 啊有啦 不愧是孙一航 补充能量的零食准备的还是很多的嘛 那么就偷偷拿一点 然后把完美的再摆好 完美 嗯 我的抽屉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字啊 哪个笨蛋的抽屉里刻字啊 对 对不起 那边的桌子都搬好了啊 我去医院社了 那个 你刚刚帮我干了这么多活 等一下去音乐社不会很累吗 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嗯 完全不会啊 我现在一想到孙一航的那张脸啊 就浑身充满干净 想给他一圈呢 这样 音乐社好玩吗 啊 说起来 是我让你去音乐社的吧 无论怎样 无论怎样 也要关心一下我唯一的挚友啊 小副 你说这话 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啊 啊 我知道了 拜托 你觉得我会因为好玩 才往那里跑的吗 因为我很久没看到你露出那样的表情了呀 小时候 只有拿到新的玩具后 你才会露出的表情 可是长大后 你脸上的那种表情越来越少了 其实我很担心你啊 小小年纪 老是露出老爷爷那样的 看头世俗的眼神 老爷爷 这么说一天过了吧 对任何事情的热情都持续不了多久 不是吗 你还记得很久以前的那件事情吗 那个下雪天 啊 你是说我去找你晚上的那天吗 记得啊 怎么了 那天我从补习班回家 看到你在我家楼下等我 一个人蹲在地上 用树枝戳着泥土 身上 落满了雪花 其实啊 那一天我在想 我去忙碌我的事情的时候 就没办法陪你 那时的小鲨鱼 是多么的寂寞啊 可是 我想做的事情有非常多 没办法一直留在你身边 实在不像一个合格的朋友 啊 你不用这么想 我真的没建议这个 那天也是 所以当初你说 我们一起去一安中学吧 我心里还暗自开心了一下 因为我知道 一安中学的社团很多 我 可以把你托付给他们 而不是 因为单纯的 来自你的邀请 我很狡猾吧 不是的 就是这样的 不是的 是因为 是因为 都怪你这个家伙 成绩太好了 啊 你这个家伙 成绩太好了 我压力很大呀 我也不想和你以后分开 去不同学校 所以 我再和你说 我们一起去一安中学吧 即使是一安中学 你当时的成绩也够呛吧 你能不能不提这个 总之 我之后拼命学习 才考得进来 但是你明明可以去更好的学校的 所以说 不是的 狡猾的人 是我才对 哈哈哈哈 哈你个头啊 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的罪恶感少了很多 不 早知道你这么想 我或许应该对你提更多要求才对 不说了 我去音乐社了 那么 小鲨鱼 音乐社 真的那么好玩吗 现在还不好说 不过 那里却是有一些不容小看的高手啊 以前的我 总觉得自己对任何事情都很有天赋 特别是个同龄一起 学习新的技能的时候 他们很快就被我摔在后面 但是 音乐社的那些人 倒是给我上了一课 有天赋 又努力坚持的人 才最可怕 只有和这样的人在跑 才能记得起我的兴趣啊 说的那么帅 要是能用在功课上就好了 好担心以后我们的人生 会拉得越来越远呢 我的宗旨是计时行了啦 哇 都这么晚了 走了走了 晚点来找你 好 要加油哦 音乐社 好像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我要不要也去试试看呢 幅度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没吃饭吗 X的磁方加Y净去 啊 头好晕 所以 那个对不起 到底是谁课上去的呢 迟疑不可能 昨天我们刚碰过面 孙一航也不可能 他一定会直接给我说的 会是何洛洛吗 有点像他的风格 看来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也不好意思开口 所以才这样的吧 我要去问问他嘛 不过 这种事情 应该道歉的人先开口才对吧 但是 对方都这么做了 我要装作没看见吗 那样 会不会不太好啊 我去买午餐回来 吃一孙一行 你们要吃什么 我都可以 嘉一 啊 那我要 不是吧 走了 喂 何洛洛 何洛洛洛 林默 怎么了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家伙 林默 你又在发什么神经 喂 我说话你听到没有 哎 这里 这张桌子上怎么也会有字